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昭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答播出 我是杨昭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回答介绍 这是在1970年代 出版在美国的非常重要 对于哲学探草 以及人生意义的理解上面的 重要经典作品 这本书的书名非常的特别 甚至听起来有点奇怪 叫做禅与摩托车维修的艺术 禅跟摩托车维修 怎么能够扯上关系 还有摩托车维修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艺术 光是这件事情 可能对于在听节目 其中有一些骑摩托车的听众朋友 会觉得很好笑 会觉得很奇怪 你每天骑摩托车 不时要把摩托车送到车店里面 去维修一下 有时候看看什么机油 或者是冷却器 或者是什么样的parts 怎么想 也不会想到这里面有艺术 更重要的是 你有再了不起的联想力 想象力 大概也不会从这里 去联想到馋 但是这个作者 Robert Persick 他不是开玩笑的 为什么要特别讲摩托车维修 因为在这本书里面 他要探索的就是人文跟科技之间的关系 他会从一些非常细节 跟摩托车有关系的小故事 然后把它扩大 看到人生态度上面的一些差异 乃至于不同态度之间的冲突 举个例子来说 书里面讲到了这个叙事者 跟他的好朋友 好到什么样程度 他们两家人 一边是夫妻 另外一边是一对父子 会一起骑摩托车 去美国的西北 进行这样一个带有探险意味的摩托车指令 可是这两个人 在对待摩托车上 态度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有一次 这个John 他的把手呢 松动了 他就说 不是松得很厉害 只是用力推的时候 会有点点不稳 所以呢 这个Inerator 我呢 就警告他 不要用活动扳手 去扭紧罗帽 不然的话 因为有可能会挥损 杜落的表面 导致于秀斑生成 那John 赞同我的警告 就跟我借套筒组 和梅花扳手 后来呢 他骑车过来我家 我取出扳手 发现扭的载紧 把手照样松动 但是呢 这位Robert 他会注意到 因为他在意汽车维修 他发现了原因 原因是有一个固定环 夹死了 他就说 你必须用甜戏片 John不懂 什么是甜戏片 他说呢 那就是一片平坦的金属薄片 用来塞进固定环 跟把手之间 把固定环撑开到 可以再扭紧的程度 类似甜戏片呢 可以用来调整 各式各样的机器 诶 这一段解释呢 John听进去 而且呢 也发生了兴趣 当然他就问说 那哪里 去买这个甜戏片呢 这个时候 Robert 他很高兴 他就说 我这里就有啊 而且喜滋滋的 就举起手中的啤酒罐 John不懂这什么意思 他说什么 啤酒罐 我就说 对啊 全世界最棒的甜戏片材料 我自以为脑筋灵活 既能够省得他乱跑一通 去找甜戏片 也能够省时省钱 但是 John的反应是什么 出乎我意料的是 他不仅完全不领情 还以高傲的态度 看待这整件事 不久之后呢 他就变得 闪烁其词 借口百出 在我认清 他真正的态度之前 我们决定还是 不要修理把手了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明明有啤酒罐 可以当甜戏片 明明 当下 这个朋友 又可以帮他把 看起来松动的把手 给修好 John为什么不要 大家可以理解吗 来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至少这是Robert 他所推断出来的 他说 就我所知 这个John 他的把手 到现在仍然松动 但我现在了解了 他被我的话 给冒犯到了 因为那辆摩托车 是他的新车 在60年代末 70年代初 那是很大的一笔 1800块钱美金 他买了一辆 BMW的重型机车 BMW 是象征享誉了半世纪的 德国机械技术 我居然斗胆 提议用旧啤酒瓶 去修理新的BMW 老天啊 经过那次教训之后 两个人就很少在聊 摩托车 维修的事 我现在仔细回想 几乎就是 再也没有提到过了 其实不提也罢 因为一旦重提维修的事情 连自己 Rubber自己 都会生气 当然也就很难 维持两个人 彼此之间的和气了 后面这一段话 非常非常有意思 他说 我在此说明 啤酒罐的铝皮 具有金属的延展性 容易附着 很适合用来当天气片 铝在潮湿的天气里 也不会氧化 确切的说 铝的表面 永远都有 薄薄的氧化的现象 就能够防止进一步氧化 在这份特点上面 也无懈可及 换言之 即使是任何一个 正牌的BMW的 德国修车工 任何一位 累积半世纪 机械技术的师傅 都会达到同样的结论 用啤酒罐 来解决这种毛病 是十全十美的变通方式 事后那一阵子 我想到这件事 后悔当时没有做这件事 他说 他想到说 我应该做 应该做什么呢 我就溜向工作台 从啤酒罐 切下一片 甜细片 磨掉外层的字样 然后走向John 告诉他说 你今天真是走运了 我刚好剩下最后这一片 而且这一片 是特别从 德国进口的甜细片 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堂塞 John就会接受 他会认为 这一片呢 是出自 Alfred Krupp 也就是德国的 机械大厂 钢铁大厂 克鲁伯公司 他说 这是来自于 克鲁伯公司创办人 Alfred Krupp男爵 他的私房甜细片材料 哎呀 这是克鲁伯工厂 忍痛割舍 卖我的一片 他一定会乐饭甜了 所以 他一边在想 这个 当时没有发生的这件事情 感觉到 很有乐趣 但是乐趣淡化了之后 他就觉得 自己的想法 也蛮无聊的 纯粹是为了要复仇 所以 再换另外一个角度 想到了 除了一眼看得到的表象之外 底下有更大的意义 这一段话 就变成了 哲学的探讨 也就离开了甜细片 离开了啤酒馆 离开了摩托车 维修 是跟我们的许多生活上 普遍的事物是有关的 他说人如果察觉 表象跟底下的意义之间的差别 注意的时间够久 这个小的差别 有的时候就会扩大成为大的歧视 我当时的个人感觉只是 这歧视有点太大了 所以不方便 不适合当场生酒 所以转个弯 回归到自己的老习惯 尽量去澄清因果关系 认清牵涉在其中的所有的元素 查明 我和约翰跟John 两个人之间的旗舰 我认为妙用无穷的甜细片 为什么John的见解 就是不一样 这一类的僵持 在机械工程上面 其实经常出现 所以修车人 碰到了 就只能够哭坐着 瞪着车子看 动动脑筋 胡乱搜寻新讯息 走开一阵子 回来 一段时间之后 原来看不见的因素 慢慢浮上台面 首先浮现的解释 只有模糊的形状 接着轮廓明确了 他就告诉我们 这个关键的差别 我对于甜细片的观点 出自于理智 出自于大脑 我重视的是甜细片的科学特性 John是以他的直觉的角度 去看待甜细片 随性以对 我偏重的是 underlying the form 他偏重的是 直接的外观 我看到的是甜细片的功能 或者是甜细片的意义 他看到的是甜细片本身 归纳出来的差别就在那里 以修理摩托车的把手为例 只知道甜细片表象的人 会感觉到情绪低落 因为他想的是 我这么一辆 漂漂亮亮的精密机械 怎么会是用旧垃圾 柴下来的一片铝来修理的呢 他就想到 还要提醒一下 John是一个音乐工作者 在乐团里面担任鼓手 和很多乐团合作过 收入也蛮好的 所以他对于事情的看法 就像打鼓一样 也就是 这个事物的内涵 不需要深入的思索 顺其自然 与事物同在 所以他听到 用啤酒罐去修车 反应就像在乐团里面 当他察觉 哪一个乐手 慢了半拍 他心里面重重顿了一下 如此而已 他作为一个鼓手 他不会希望苟且妥协 让大家不在同样的拍子上 所以他就很难接受 我整辆德国的BMW车子 在这上面竟然有一片 旧啤酒罐拆下来的垃圾 最初这样的一个旗舰 似乎无助轻重 可是后来会越变越大 不断地成长 直到我发现自己当初 真的叫做有眼无珠 有些事物 人看不到 是因为东西太小 所以看走眼了 然而 人之所以看不见东西 有的时候 是因为东西太大 两个人看同样的东西 看到同一个物件 谈论同一件事 思考同一个问题 有的时候这样 反而会让我们 miss掉communication 因为我们一定觉得 双方讲的是同一件事 但你就不会去察觉 双方看到的 听到的 讨论的 思考的 是置身在 截然不同的 两个dimension 两个次元当中 这是哲学思考 而且这是非常重要的 来自于哲学思考 对我们生活的提醒 多少时候 我们正因为 误以为 大家on the same page 正在讨论 不管是聊天 或者是开会 所以你就忽略了 两个人的大脑 可能在不同的次元里 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继续聊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我们是张三李四 让我天天都相信 天天用心听 让我天天想到 念的都是你 让我不知不觉 感受到了幸福的最味 就在台北radio 听见台北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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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继续收听 杨造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 晚上9点 回答播出到9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Robert Persick 他所写的《禅语摩托车维修的艺术》 在书里面探讨 科技跟人之间的关系 科技并不是我们以为 那么样确定的一种东西 在不一样的人的生命里面 体会里面 科技有不一样的意义 John跟这个书的 I-Narator 第一人称的叙述者 Robert 他们两人对待科技的方式 就非常非常不一样 浓缩聚焦在 他们如何对待摩托车维修上面 在书里面提供了 这样的一个观察 约翰以及他的妻子 Sylvia 他们是一方面依赖科技 另外一方面却谴责科技 当遇到了天气非常非常冷的时候 这两个人这对夫妻 完全说不出话来 而且不愿意继续骑摩托车再往前 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需要暖气 他们希望赶快 钻进到暖气房里 等到天气变得很热的时候 同样的 他们也就理所当然 他们要找到有冷气的地方 而暖气跟冷气 当然都是科技才能够提供的 可是这样的人 一方面高度的依赖科技 另外一方面 他们却对科技 抱持着一种保持距离 甚至仇恨的心态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于是他又做了一个对比对照 这个时候呢 有三位农夫 驾驶的崭新的小卡车 绕过转角 进到了他们所在的 这个小城镇的闹去 他就说 我敢打赌 这个人呢 跟他们这对夫妻完全相反 他们三个人 要来好好的炫耀一下 他们的小卡车 如果他们得到了拖拉车 甚至只是家里面的一台 新洗衣机 他们都会觉得非常的兴奋 一定要让人家知道 要炫耀 但是呢 如果这些东西坏了 他们有工具可以修 而且他们知道如何操作工具 这些人 他们重视科技 因为科技对他们来说 是他们可以拿来炫耀的东西 但是paradoxically 吊诡的 他们是最不需要科技的一群 假如明天 所有的科技停摆了 这一群人 一定懂得自力更生之道 日子虽然苦 他们都能够存活下去 但相对的 依赖科技 却又谴责科技的 John Sylvia Chris 也就是Robert的儿子 和我 他们四个人 我们顶多狗言残喘 一个星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谴责科技 不只是很奇怪 而且是 不知感恩的行为 但是 光是这样思考 你不可能说服John 或者是说 这样的思考 意义不大 而是更要进一步的了解 从John的角度 这些人 这样的人 到底他们为什么 会一方面依赖科技 另外一方面 又仇视科技呢 例如说 Robert了解 John是真正关心科技 但是问题在于 他的dimension 在他的次元里面 他的观念被扭曲了 他对科技过敏 他怎么看科技 都不顺眼 他试着去顺从科技 不要对科技 抱存理性的预设立场 无奈却一而再 再而三的败退 连着败退几场之后 他索性投降 因为他无法理解科技 他也无法 让自己拥有这样的能力 去应用科技 以至于举凡 用得到螺丝的东西 他一概诅咒 这世界上 有些东西 不是随性就能够解决的 但是John不愿意相信 或者是无法相信 再更进一步 书里面 也有这样的探讨 他刻意地 用恶分法 把人的理解的模式 分成了古典式跟浪漫式 古典式理解 主要要追查 underlying the form 在书里面翻译叫做基调 来看待世界 但是浪漫式的理解 是从外观上面 来掌握这个世界 所以一个 习惯要往里面看 它是分析的 它是深入的 另外一个是从外观 是往外 是要连结的 是要扩张的 用这种方式 来看待世界 所以对方 如果是一个浪漫式理解的人 看到引擎 机械素描 电路图 他不会有任何的兴趣 缺乏吸引力的原因是 他习惯 他喜欢 他要看事物的表面 这种枯燥复杂的 专有名词 线条 数字 一大串 索然无味 相反的 如果是一个古典式理解的人 他同样 看到这一份蓝图 电路图 读到同样的描述 他会有兴趣 去碰它一下 看一下 了解一下 甚至很容易 就看得着迷 因为他看透了线条图像 还有符号 看到表面上的 underline form 那个基调 都没有得丰富 最能够形容 浪漫模式的词汇 是具有启发性 充满想象力 有创意 有直觉力 七情六欲 当家 事实就靠边站 跟科学 作为反正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会举 艺术 认为艺术 具有浪漫的情怀 相对的 古典模式 它依赖的是 理性跟定律 而理性跟定律 本身 就是属于 思想跟行为的基调 在欧洲 西方的文化当中 古典模式 被当作是阳性的 也就是跟男人 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男人思考 男人的个性 是这样 科学 法律 医学 也因为这样 这几个领域 通常 比较少女性 也 比较少接纳女性 比较难 接纳女性 在摩托车上 也 用这种方式 就分出来 骑乘摩托车 去这样冒险 很浪漫 可是 维修摩托车 却属于 古典模式 因为你维修摩托车的时候 你要接触 污泥 油渍 你又必须要精通 underline form 你要了解 这个功能 到底是怎么创造出来 各个零件 用什么样的方式 组成了一个系统 于是呢 就让浪漫的人 必知 唯恐不及 古典理解模式 有用 但不好看 丑陋 不是古典模式 与生俱来的特质 那是因为 古典模式 它有它的美 但它的美 不在表面 它的美 需要被理解 它难以捉摸 它必须要 彻底的了解 它的秩序 了解它的功能 我们才会体会 那样的一种美 浪漫 却是相对直观直觉的 古典模式的价值 依照维持掌控的技术 鲜熟程度而定 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 当不熟悉的人来做 像是 维修摩托车 你又搞得一团乱 然后你又搞得 自己非常的烦 而且看在别人眼里面 那真是肮脏误会 乱七八糟 难看得不得了 但是如果在一个 非常咸熟的技工的手里 你就可以感受到 尤其如果去看 这个程序的人 自己本身也具备有 这样的知识跟能力 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美 竟然能用这样的技术 把这么难的事情给完成 那是不同领域 不同次元的美 但问题也就在这里 人的倾向是以单一的模式 来思考 来感受 自身单一模式的人 往往就误解 低估了另外一个模式的价值 可是没有人愿意放弃 自己眼前 自己所习惯的真理 这一段话 比较骑摩托车 和修理摩托车 维修摩托车 坦白说 这真的是哲学 这真的是艺术 还有 这真的跟 如果我们稍微深刻的去体会 在禅宗的哲学里面 教我们如何如实的 去看待这个世界 如何越过那样的一种差距 的的确确是有关系的 在书里面 Robert Persick 特别提醒我们 在近代我们见到 古典派的文化 和浪漫派的反文化当中 产生了鸿沟 尤其他当时 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所处的 60年代结束 到70年代的 美国的社会 60年代 那样一种浪漫的反文化 笼罩了青年 改造了年轻的一代 但这种状况 也就产生了 两个世界之间 越来越孤立 嫌隙 越来越深 以至于有的时候 大家忍不住 在心里面 有这样的纳闷 我们还会 将来会在屋檐底下 可以来往吗 还是我们会 永远变成 在同一个屋檐底下 互不往来的两家人吗 我们真的能够忍受 这样的方式 或者是这样的情况 出现在我们的世界 出现在我们的环境里吗 这是这本书 非常重要的讯息 也就在于 为什么它会跟 禅有关 另外 跟禅有关的 是关于个性 而且 不只是人的个性 书里面甚至提醒我们 就连摩托车 也有摩托车的个性 每一辆车 真的骑摩托车的人 就会知道 越骑 就会越感觉到 每一辆车 有它独一无二的特性 他说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摩托车 和我骑的这辆 厂牌款式相同 出厂年份也一样 但是有一天 他带车子过来修理 我修完了之后 试骑 难以相信 他这辆跟我的车 在多年之前 出自同一个车厂 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 他这辆车 就培养出 独特的感觉 气发声响 跟我的车 截然不同 不是好坏之分 是感觉不同 每一辆摩托车 都有独一无二的个性 也许能够界定为 车主直觉上 对于爱车的 全套理解 跟感受 这种个性 是摩托车 维修的真正的目标 所以从摩托车 维修 如何创造 摩托车的个性 维持摩托车的个性 这也不就会联系到 我们跟这个世界 尤其我们跟人 我们如何处理 人际关系的一种 非常重要的智慧吗 这些都写在 Robert Pershing 1970年代 所出版的 这部经典作品 《参与摩托车 维修的艺术》当中 这是天下杂志 刚刚出版的中文翻译本 感谢你的收听 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听见台北的声音 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辰 字幕志愿者 杨范逸辰 字幕志愿者 杨范逸辰